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很多文化里都有鬼的存在 但是呢 在每一个文化里 它们的意思不太一样 在中国 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鬼字 出现在3600年以前的甲骨纹里 在甲骨纹的鬼字里 上面是一个田子 下面是一个人字 看起来像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它指的是人死了以后的灵魂 也就是只要你是人死了以后 都会变成鬼 这个可能和别的有些国家的鬼不太一样 我的一个美国学生告诉我 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只有那些不好的坏人 或者那些死了以后 没有被很好的对待的人 才会变成鬼 所以啊 好人是不会变成鬼的 在中国 我们的鬼有好有坏 那我们知道 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 所以在过去的3000多年里面 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 当然我们的语言传递的信息 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那么鬼字在过去的3000年里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除了它本来的意思 我们还有哪一些用法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鬼的那些中文的用法 这节课我为大家准备了 鬼的一个本来的意思的用法 五个它的消极方面的意思的用法 也就是五个不好的用法 还有两个呢 是它积极的方面的用法 也就是好的方面的用法 好 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 它的本来的意思的用法 那刚才我们已经知道 鬼的本来的意思 就是人死了以后的灵魂 当然现在我们说鬼的时候 我们还是这个意思 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鬼是不存在的 那在汉语里有哪一些词 还是用这个意思呢 你看鬼压床 听过吗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时候你觉得醒了 躺在床上 但是你又不能动 那在中文里面 我们觉得这个就像一个鬼压住了你 你不能够动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鬼压床 当然这是俗称 也就是普通人的叫法 不是医生的说法 中文里还有一个词叫 鬼迷心窍 它的字面的意思是 鬼把你的心盖住了 藏起来了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你做了不好的 不对的事情 你看啊 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他鬼迷心窍 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炒股票了 还以为自己可以一夜就变成富翁 结果他的钱都没有了 我们还有一个俗语叫 有钱能食鬼推磨 什么意思呢 磨是什么 磨就是在中国传统的 做豆腐的方法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你要用很大的力去推它 那这是苦力 这是需要用很大的力气 才能做的工作 你看中国人呢 就认为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可以请鬼来帮你做这个苦力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钱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那些有钱人能够去太空旅游 这是有钱能食 鬼推磨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用鬼这个本来的意思的三种用法 鬼压床 鬼迷心窍 有钱能食 鬼推磨 你学会了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的五种消极的 也就是不好的用法 第一个意思是看不起 比如说鬼子 你们知道鬼子是什么意思吗 以前我们中国人叫你们外国人鬼子 这是因为以前你们总是欺负我们 我们很不高兴 所以啊 我们就说 啊 鬼子来了 洋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来了 所以啊 你看鬼子是我们看不起的意思 当然我们也叫那些总是喝酒喝醉的人 酒鬼 那些很懒不喜欢工作的人 我们叫懒鬼 那些胆子非常小不勇敢的人 我们叫他们胆小鬼 你看你这个胆小鬼 连蟑螂都怕 然后呢 那些非常小气的人 我们就叫他们小气鬼 你看他是个小气鬼 他十年了都不舍得买一件新衣服 好 这就是鬼的第一种不好的消气的用法 第二种消气的意思表示的是偷偷的 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叫鬼混 鬼混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出去跟鬼玩 而是说你出去跟一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啊 做一些不好的坏的事情 你看中国的父母就喜欢告诉自己的孩子 不要出去跟那些坏人鬼混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鬼鬼碎碎 鬼鬼碎碎的意思就是偷偷的 而且是不好的偷偷的 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他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家 又不告诉他的家人是为什么 都不知道他鬼鬼祟祟在做些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疑神疑鬼 疑的意思就是怀疑 你看啊 一个人他总是怀人 有神有鬼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他总是在幻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他总是疑神疑鬼的 以为别人在后面说他的坏话 但是你看哪有那么多人有时间在后面说别人的坏话呢 好 这就是鬼的第二种用法 他的意思是偷偷的 鬼的第三种意思是恐怖的 中文里有一个词叫鬼门关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以后 在去鬼的世界的过程中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很小的门 只有过了这个门 我们才真的死了 才可以去到鬼的世界 那我们也用鬼门关来说明快要死了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他上个月大病了一场 到鬼门关走了一趟 幸运的是回来了 鬼的第四个 鬼的第四个消极的也就是不好的用法 是乱乱糟糟糟糟的 你看中文里面有一个词 叫鬼画福 画就是画画的画 福是什么呢 福就是在中国古代 我们的祖先相信 我们在桃树的木头上 用很快的潦草的字 写上一些符号 然后贴在门的两边 这样可以把鬼赶走 这其实也就是中国过年的时候 挂的春联的由来 那鬼画福呢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写的字太潦草了 我们看不清楚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你这写的是什么鬼画福 我都看不懂 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鬼画连篇 这里的鬼画说的不是鬼在说话 而是说你说的话不清楚 而且是为了骗人的 篇呢 我们知道它是文章的量词 就一篇文章 鬼画连篇就一篇连着一篇 就是很多很多的鬼画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这就是鬼的第四种消极的不好的用法 鬼的第五种消极的用法 是表示情况不好 不喜欢 比如说中文里面有一个短语叫什么鬼 什么鬼就是英语里的what the hell 好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你看如果有一天啊 我买了很多零食 我买了很多零食放在办公室 但是当我出去回来以后 我发现我的零食都不见了 被人吃完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 什么鬼都没有问过我 居然把我的零食吃完了 那我们还有一些词 比如说鬼天气 鬼地方都是表示不喜欢的意思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用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要马上离开 这是什么鬼天气 五分钟以前还是大太阳 现在就下雪了 当然这个太夸张了 可能啊 世界上真的没有这样的鬼天气 我们也有一个句型 是形容词加个鬼 这个形容词加个鬼表示 不或者没怎么样 比如说好个鬼 就是不好 有钱的鬼就是没有钱 漂亮个鬼就是不漂亮 你看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 哎 Becky 听说你的工作很好啊 工作的时间很少 工资又很高 我可以这样回答 好个鬼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二点 所有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做 好 现在你明白了吗 以上就是鬼这个词的 五种消极的用法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两种积极的用法吧 鬼的第一种积极的用法 是用来说一个孩子很机灵 机灵就是机智灵活 所以啊 我们也有一个词叫机灵鬼 机灵鬼一般是说那些 又机智又灵活的孩子 当然我们也把这样的孩子叫小鬼 小鬼可不是small ghost 而是说非常机智灵活的孩子 你看有一部喜剧叫 Home Alone 它的中文的翻译就是 小鬼当家 好 你可以这样用这一个词 你这个小鬼总是让人很高兴 鬼的第二种积极的用法 是形容做艺术品的技术非常高 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叫鬼斧神工 鬼斧神工的意思啊 就是说艺术品 比如说建筑或者雕塑之类的 它做的技术非常的高 不像人有能力做出来的 而是需要用到神和鬼那样的超能力 这其实来自中国古代一本很有名的书 庄子 在庄子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两千多年以前啊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庆 庆很擅长用木头做很漂亮的东西 那有一次啊 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 然后当时的王看见了 就觉得 哇 这个不可能是人有能力做出来的 而应该是用到鬼和神那样的超能力 于是啊 他就问请 你是有超能力吗 你怎么可以做出那么漂亮的东西 请回答 我怎么能有超能力呢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只是因为我在学木头和做这件东西的时候 都集中注意力 没有想别的东西 所以啊 现在我们就用鬼斧神功这个词 来形容做艺术品的技术非常的高 比如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用 这座大楼建造的太精妙了 简直是鬼斧神功 以上就是鬼这个词 在汉语里的八种用法 那你还知道哪一些关于鬼的汉语的词呢 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知道的那些鬼 好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节课见